MING PAO TORONTO 嗨大家好 我是小熊 今天要做這個組裝SG90的這個小雲台 那各位看到這個是雲台的材料 那這兩個呢是SG90的四伏馬達 那我們就把我們要用的一些配件給它拿出來 那像各位看到這個小雲台會附這麼多螺絲 其實我們用到的數量其實也不算太多 那它就只有兩種螺絲 一個是黑色的 一個是銀色的 銀色的是要鎖這個雲台之間的螺絲 那會用到兩顆而已 那黑色的螺絲就是SG90的齒輪 要鎖在這個機構上面的 就是這兩種 SG90它會附三種轉軸 我還有兩種螺絲 一個是軸心螺絲 另外兩個是鎖在側邊的螺絲 我們就把我們要用的拿出來 OK 那左邊的這邊就是雲台的材料 然後拿出 1 2 3 4 5 6 6顆黑色螺絲或者是4顆 因為這跟你底座的轉軸有關係 然後另外兩顆銀色螺絲 那這邊兩個SG90的四伏馬達呢 分別是用到十字的轉軸跟單邊的轉軸 兩個固定螺絲 兩個軸心螺絲 各位要先來看一下四伏馬達它的轉動的角度 那我們就先把轉軸呢 單邊的轉軸呢先套上去 然後用手輕輕的去扭 那扭的時候 一直不要扭太快 可能會 就是把這個四伏馬達給用壞了 因為我們要看一下它的角度 其實最正確的做法呢 應該是要 用那個Arduino裡面的一個 四伏馬達的範例 然後配一個可兵電阻呢 來看一下這個角度 這樣子是 對這四伏馬達最不傷害的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這個右邊呢 順時針轉到這邊 它就卡住了 那代表 它已經轉到底了 那在這個底座的部分呢 它是十字的嘛 我要拉朝向這邊 朝向這邊 好 所以它就是會轉到這邊 轉到這邊 轉過來嘛 轉到中間 右邊到底 順時針到底 逆時針到底 OK 所以中間這裡 好 這樣 那我們就轉到中間了之後呢 這個十字呢 就先 給它 放進去 那放進去的時候 要注意 壓在這個四伏馬達上面的這個 地方呢 要朝上 這樣才有辦法跟我們的馬達 接在一起 所以就是這樣子放進去 我們就拿出這個 黑色的螺絲 你今天是用哪一種齒輪啊 如果你今天是用這一隻的齒輪 當然就是鎖兩顆螺絲嘛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十字的就是鎖四顆螺絲 那也比較不建議用這個單邊的軸 因為單邊的軸它可能會 就是不平衡這樣 那因為它底部呢是會稍微 這螺絲是會稍微長一點 所以它會 突出這個 機構 的部分 所以各位注意桌面的部分 最好是電的東西 不然它可能會稍微掛桌面 那這時候呢 就把我們這個 四伏馬達呢 給塞進去 那注意就是 因為我剛剛已經定位這個是0度的地方 那應該說是 如果你今天的角度是從這邊算的話 那就是 中間的地方 就是90度 這樣 好 那轉過來 這邊就是要鎖軸心的螺絲 那軸心的螺絲跟這個 兩側的螺絲有差別 這個軸心螺絲是 沒有 外圓那一圈的 類似墊片的東西 那這也不是墊片 因為這跟螺絲做在一起 好 那因為這個都是塑膠的 所以各位就是鎖到剛好就好 不要鎖太緊 不然 有可能這個塑膠呢 會花芽就壞掉 中間的這個部分 好 那 這個就是要把這個 底下的四伏馬達呢 給給給給 夾住 那因為我呢 我要朝向這邊 好 所以這兩個突出來的點 就是 往 你要朝向的方向 這樣 那因為底部的呢 這個 四伏馬達呢 是透過夾住的方式 跟上面的去做連接 所以它並不會用到 四伏馬達附的 兩側的螺絲 那它要用到的是 這個 小雲台附的 銀色螺絲來鎖 好 這樣就OK 再來 換這個 上面這個 四伏馬達 那 各位就是 也是要來看一下這個 角度 順時針轉到底了之後呢 這個 轉軸的部分 的方向朝我們 然後 馬達軸心的方向 朝外側 那兩個去做組合 馬達的活動就是 從 這個方向 可以活動180度到這裡 這樣子就 合理了 好 那我們先把它轉回來 這樣 我們先固定 這個 轉軸 因為它這邊有許多的小洞 那 你可以鎖十顆螺絲 那 我這邊呢 就只鎖兩顆 只鎖兩顆 我就覺得應該夠了 馬達 放進來 再鎖上這個 軸心螺絲 那 把這個馬達呢 往上扭出來一點 把我們上面的 雲台的機構呢 給 扣進去 左邊的這邊 的機構 有一個凸點 然後 上面的機構的這邊 有一個環 那這個環就是要去 扣入這個凸點 扣進去之後呢 下面這個 四伏馬達的這個鎖點 就會剛好對齊 那這時候再鎖上 上面的四伏馬達 兩側的螺絲 好 那這樣子呢 就算組裝完成了 非常的 Easy 因為這個小鎖台呢 其實有很多廠商在做 所以你拿到的外觀呢 基本上鎖附的方式都一樣 有些小不一樣 就可能這邊會做一些特別的 像是收線鈔之類的 基本上其他的部分 是都差不多 不過我之前有買過這個小鎖台 是 轉軸的部分 不合 變成我要去修改這個轉軸 可能要剪一些掉 才有辦法塞進去 那基本上 這個都不影響它的功能 這個就是小鎖台的 組裝方式 那這個看似外觀 一樣的小馬達呢 其實 它轉動的方向是相反的 我前些日子 要出貨給客戶 就發現 就是 轉動的方向竟然相反 整個就傻眼了 那麼 這邊有準備一個 這個可變電阻 跟 Adeno Nano 然後呢 那我已經有寫的程式呢 就是 透過我這個 可變電阻轉動 來控制 這兩顆 四伏馬達 那我可以同時控制 23456 好 總共五顆四伏馬達 那麼 就把它插進去 好 讓各位看一下 它轉動的狀況 傻眼貓咪 我先做一下定位好了 好 我都先順時針 瞬時針的轉到底 哇 這兩個馬達的齒輪還不能共用 傻眼 好 就這樣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轉動這個 不是我接反喔 這沒辦法接反啊 這輸出的那個 麥同寬度調變呢 這是一樣的啊 它的 產生的行為就相反 那所以 我在出貨這個 追滯系統的時候呢 這個我沒辦法控制喔 但是我能確定的 確保的就是 出貨給各位的這個SG90 那兩顆 它轉動方向會是 會是一樣的啦 好 那基本上這個其實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這個我們在程式裡面 就是可以去做處理 好比說你原本要輸出這個180度 那你就 前面用一個 另外一個180去扣掉你要輸出的數值 基本上它就相反了 所以這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那現在呢要來 進行這個 追日機構的組裝 那 會有一塊這個PCB板 跟這個 90度的 2.54度幫 端子 然後 我們必須把它焊起來 那焊完了之後呢 就長這樣 OK 那在這一版的機構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跟上一版差別 就差在沒有這個排針的部分 那因為之前版本 都是我直接把這個線焊出來 那基本上 這個板子上面 我也有留這個焊點 你也可以直接把線焊出來 那我是覺得 焊這個排針 就是 拆裝用比較方便一點 那這個機構呢 就分上 上部 然後中間的部分 跟下半部這樣 那下半部 各位看到這邊有一個凹槽 那就是 我是出現的位置 那基本上這個轉什麼方向 其實都無所謂 因為它是正方形 好 那麼呢 你就把 中間的部分呢 放在下半部上面 然後 這再 放進去 板子再放進去 上面呢 再蓋上 一個機構 好 這樣就 裝好了 然後我有附4顆這個螺絲 就把四周呢 給它鎖起來 好 那 現在就組裝 OK 然後排針的部分 就是有露出來 好 那我有附這個 6 PIN的這個 鍍幫線給各位 對 好 來這就是 購買套裝會有的這個 Arduino Nano 跟這個底部的擴展板 當然各位拿到的時候 它是沒有組裝在一起的 就是把它插進去 UCP方向朝外 這樣子 非常的簡單 然後這個 這個 布竟 這個伺馬達的部分呢 底部的伺馬達呢 接在 這個 這個 6PIN 那麼 各位要看一下 這個 伺馬達的線 橘色是資料 就是那個 PWM 慢從寬度調變進來的位置 紅色是 電源正極5V 那 咖啡色是 負極 接地 那 這個擴展板 通常側邊都會寫這個 G V G就是Ground 接地 V就是VCC V275V 有秀出來 當然我也會附一張紙給各位 那張紙就是 這個每一個PIN的 就是說明 跟那個完整的程式碼的 下載位置 那各位看到上面有寫 這個VR80ALA3G 好 所以就是 按照順序 我就直接接了 如果各位呢 不一定要 就是 出線的方向朝下你也可以轉到側邊來 那就變成 你的這個 接線的順序 接到Arduino板上面的順序就是要 自己稍微換一下這樣 這個藍色的是 VCC 就是要接正電的 然後最左邊的咖啡色是要接 附電的 然後綠色到紅色的部分 就是A0到 A3 那我們就 接A0到 A3 然後咖啡色接附集 好的 這樣子就完成 再把這個機構的這個頭呢 塞到這個 雲台上面 好 這樣子就 大功告成 這時候再 上電 然後上傳程式 那我程式本已經上傳進來了 這個 這個城市的部分呢 我有提供一個就是單軸的方式 好的 教學 那各位可以去看 那影片的 連結呢 會在 畫面的右上角 或者說是影片說明欄也有 好 那如果各位有需要這樣的機構呢 在影片說明欄也有我的這個露天的賣場 好 各位可以去 呃 參考一下 好 那以上就是 這個 組裝的一個 教學 如果各位呢 覺得我的影片不錯 那記得幫我的影片點個喜歡 好 like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別按下旁邊的小鈴鐺喔 好 你看 這個頭呢 一直點頭 對對對 沒錯就是要訂閱我 好 那謝謝各位的觀看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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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